我女兒的數學很弱 遇到一些稍微複雜的題目 就不懂得轉彎 我們試過很多其他數學課程 始終覺得Math Concept最適合她 之前她讀過一些課程 比較適合自律性強 喜歡跟著常規學習的小朋友 但我女兒就很不喜歡 她很討厭做一大堆 沉悶又不斷重複的練習 那時為了叫她做功課 每次都要跟她在家國力 記得有一次 Renee,先做一題吧 媽媽,為何做來做去都是這些 我不想再做了 不行,先做一題 現在學校學的東西 個人不懂 可否教她現在學校學的東西 阿呂也是她的道理 所以我向那裏的老師反應 結果都是沒用 她說她們有自己一套系統 老師就可以跟著她們的課程去教 而不是針對小朋友的個別需要 例如,我女兒學校正在學乘數 她都不太明白 想叫那裏的老師幫幫她 她們就說阿呂還在學乘數 要一步一步來 所以暫時都不可以跳去做成書 那一刻,我真的希望可以早點遇到Math Concept 有一天,Math Concept 在家裏下開了一間新分校 於是我就走進去了解一下 我們首先跟Renee做了一份二年班的學前評估 她當時的分數是38% 媽媽覺得很害怕 覺得不可能這麼低分 之後我再跟她解釋 我們不單只是看Renee做得對不 還會看她背後的概念是否清晰 之後我就幫Renee 量身訂做了一個學習計劃 主要針對一些她比較弱的課題 我女兒已經讀了超過一年 每個星期的功課份量都很合理 她沒有再跟我投訴 同時她已經追回學校的進度 Ellen Sir現在還在教她 比教分數大小 相信很快會超學年 Renee,三分之一和五分之一 哪一份比較大 五分之一 為什麼呢? 因為五分之一 但是這樣 三分之一和五分之一 兩個份數分子都是一 即是兩邊都是剪一份 三分之一即是一個蛋糕有三個小朋友分 五分之一即是一個蛋糕有五個小朋友分 如果兩邊都是一份的話 那你說哪一份會比較大 三分之一 為什麼呢? 因為小一點和五分可以吃多一點 對,沒錯 Give me five 我很慶幸可以遇到Math Concept Math Concept真的幫到我的女兒 我還介紹給其他媽媽 我還介紹給其他媽媽 我還介紹給其他媽媽